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今天开始 我们是宣教岳 在宣教岳 我们刚才讲了 每个星期 我们会介绍一个宣教的地区 就是continent 就是一个州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中美跟南美州 下一次可能就介绍是非洲 可能再下次介绍亚洲 我不太记得那个次序 所以没关系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月 我们可以对宣教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最后一周 刚才也讲了 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宣教展览 那么有不同的宣教机构 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图片 消息 让我们能够知道 宣教在世界各地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那我也希望呢 弟兄姊妹 我们不单是听 那么也可以有所行动 所以我希望在明年好不好 我们可以组织短圈队 我想最方便的就是去城乡布道 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去我们郊区的地方 因为除了我们这些大城市以外 实际上在很多的郊区也有很多中国人 那么他们在那边打工啊等等 还有很多的台湾人 他们呢是叫做 用这个叫做什么 Walking Holiday Wizard 是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Walking Holiday 就是放假打工的签证 他们就拿到这种签证到这边来 一年的时间在那边打工 然后呢就这个又可以旅游这样子 那他们通常到一个小镇里面 在一个什么杀猪场啊 杀牛场啊 杀鸡场啊 在里面工作 然后平常呢就很闷 也没有事情啊 我们到那边呢 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些都是很好的一个 让我们去实践的机会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宣教 什么是宣教 那么这个宣教的英文的名字呢 叫做Mission 这个我们教会 这个宣教的 负责宣教的那个 有一个部门叫做Mission Committee 那Mission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Mission实际上是使命的意思 这个有一出电影呢 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有没有看过 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啊 结果完成了 其实呢你们知道 基督教的信仰 耶稣说把福音传到地级啊 实际上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当时只有十一个门徒 然后看过耶稣复活的人 大概有五百人 没有啊 然后他们这些人呢 要不然就是渔民啊 要不然就是税吏啊等等 所以每一个好像做官啊 什么这样 那么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地级呢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是不是福音 真的是全世界的各地 已经都有福音了 所以呢我们知道 这个不是人的工作 这个是神的工作 所以呢宣教是 要我们去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 那么这个使命呢 也是神的心意 为什么说这个使命也是神的心意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 神创造 对不对 那么我们人是谁创造的 也是神创造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 但是呢现在这些的很多的人呢 叛逆 不认识神的时候 实际上宣教是什么呢 就是你到这些人群当中 把那些叛逆神反对神的人 然后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 所以呢神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也能够将他的心意来怎么样 实践出来 所以你只是明白 那就是离谱 刚才那个David讲的说是 这个education 就是我们先去学习 然后呢 我们就要去实践 我们来从旧约看看神的心意好不好 这个 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 我讲过很多这个故事 神拣选了一个人 叫做要不要喊 那么这个通过他 神要建立一个属神的民族 属神的群体 那么通过这个群体 要怎么样呢 这个在全世界来为主做见证 最终呢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神 那不就是神的心意了 那其实呢 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觉得 你们觉得旧约圣经容不容易看 其实我告诉你很容易 这个 其实旧约圣经比新约圣经更容易看 只要你明白了那条线 就是这个神的目的实际上是 来造就以色列这个民族 让他们成为神的见证 你就明白了 所以呢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 当时以色列的十二个民族 他们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后来他们成为一个 在埃及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 然后摩西呢 把他们带出埃及 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他们 然后约束俩带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 然后呢 神说呢 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要遵守神的话 怎么样 神就祝福他们 因为呢 他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是可以来实现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 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 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你知道以色列犯的错是什么吗 他们的错是拜偶像对不对 常常的 但拜偶像的背后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他们变成了跟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人 就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世界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神呼召我们这个群体 实际上是让我们从这个世界能够分别出来 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区别 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 讲一句不太好听的话 就是神白拯救你了 是吗 这个话可能我讲得太严重一点 但是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你信了主 你的一举一动 还是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的时候 是不是神白拯救你了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说 在这个旧约的时代 当这些的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 神就惩罚他们 其实是要他们怎么样 悔改 回转 继续的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但是呢 在旧约还有一件事 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就是呢 在旧约的时候 有预言 将来 有一位救主 要降生 然后他要拯救神的子民 把他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 然后呢 就可以实践神的使命了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 在旧约里边 有这样的 以色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 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了 说这个 你做我的夫人 是雅各众之派复兴 雅各众之派是谁啊 以色列人 就是以色列人 对吧 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复兴 是以色列中保全的 其实以色列人保全的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当中那些 还愿意悔改的人 保全的 归回 因为他们被掳了 要归回 是什么呢 上为小事 什么意思啊 其实以色列人当时被掳以后 他们最想的一件事 就是回归 但是 神说 其实你们回归 不是最大的事情 而上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将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基 你看这个画呢 好像是新约圣经 实际上是旧约圣经 而且是在耶稣出生之前 这个八百年就已经写出来的了 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 我们从旧约圣经已经看到神的心意 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归回 但是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来认识神 记住哈 在这段经文里边 神说我要使你做什么 外邦人的光 我们再看一段圣经 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 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对不对 所以你能不能把这两节圣经连起来 这个我这样给你读哈 旧约圣经说 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是不是连得很好啊 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 圣经是可以连起来的哦 就是在旧约神的心意 那么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就实践了神的计划 那么主耶稣 祂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照亮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 都生活在罪恶的当中 那么他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 这个 我常常举个例子哈 就是呢 黑暗本身不能出去 黑暗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哈 假如一间屋子是黑的 假如这个 这个 晚上了 没有光 然后我把灯都关掉了哈 那么这个屋子是黑的 你说我怎么样把这个黑除去呢 你怎么也除不去呢 你说比拼命的除也除不去呢 但是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一开灯 magic 黑暗就自己就没有了哈 所以呢 这个 实际上 黑暗 是需要光来照亮 来除去黑暗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耶稣来就是为了要除去这个世界的黑暗 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 来进入光明啊 那么这个宣教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一节啊 说他在世界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人倒不接待他 你发现这个宣教是到哪里呢 是到这个世界来 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是耶稣所创造的 那么这个世界是属于主耶稣的 但是呢 一个事实就是 虽然是主耶稣所创造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在罪的当中 他就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那么在教会里边 我们常常有一些 刚刚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哈 实际上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 第一次来教会的经验哈 你们想一想 你们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呢 这个 哎 你们讲的这些 我都不信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想哈 因为呢 那个时候你被黑暗 被罪 都给蒙蔽了 你不不相信 那慢慢慢慢 你来教会多了 耶稣的光照在你的心里了 哎 你的心就打开了 哎呀 主耶稣真好 于是你就相信了耶稣 然后你就发现 哎呀 那些人他为什么不相信哈 就让我们自己把爱不相信 对吗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你一相信了 你就觉得 哎呀 信主真好 然后你就很希望别人都信主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没信主之前呢 你就一直的抗拒抗拒 所以你就发现 我们都有这个过程哈 我们抗拒抗拒抗拒 哎 圣灵感动了 我们接受了 然后我们就为那些 还没接受的人召集哈 这个我在里面三呢 我们有那个 大学生的团契 还有珊瑚团契哈 那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 这个木道友哈 然后大家就谈话哈 那么这个 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呢 有一个木道友呢 就讲 他说 哎呀 这个讲了很多的想法啊 这个 然后呢 另外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啊 他说 哎 让我来处理吧 因为呢 他的想法跟我信主之前 是一模一样的哈 所以你发现 我们 我们真的是 有福的人哈 就是 神把我们带到这间教会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 听到福音 信主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思想 是慢慢慢慢被神所转化的 但是呢 神也要我们 去怎么样 帮助别人来认识神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宣教的目标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进到这个世界里边 那么 来呢 把人带回到神的国里边 那么使那些 反对神的人 反对神的地方 就变成了属神的人 跟属神的地方了 这个是我们宣教的目的哈 那么宣教的结果呢 就是使人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 好吧 我想呢 我们 讲宣教哈 你可能觉得 太 怎么样 抽离了 是不是 跟你的关系不太大 对吗 其实 我告诉你哈 宣教 才是 因为 宣教 神才拯救你的 神拯救你的 目的 就是 要你 来做见证的 我们看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哈 神拣选以色列人 就是要让他们做见证 你失去见证 神拯救你 真的白拯救了 今天我们是一样的 神拯救我 不是让我去发财 不是让我去解决 只是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神拯救我们 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 来为主做见证 同意吗 同意哈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十二节十三节 这两节经文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读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你发现就是 我们去传福音 那么有人愿意接待耶稣了 就是愿意相信的时候呢 神就应许了 他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那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了 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我们师母一起服侍 那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从不认识神 后来接待耶稣 相信耶稣 后来成为神的儿女 后来他们成长了 然后呢 他们又再去带领其他的人 来相信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真的是开心极了 所以今天呢 我要这样跟你们讲 我跟师母的年龄都不小了 我跟师母的年龄都不小了 你不要笑哈 我们已经 你知道原来在中国 老一辈的在中国 那个姊妹呢 55岁退休了 对不对 弟兄呢 60岁退休了 所以呢 我们已经超过了那个姊妹退休的年龄了 再过几年我就超过那个弟兄退休的年龄了 所以 我们现在想做的 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要把尽量的 把我们所明白的 来传递给你们 你们呢 就好好的学 好好的成长 那么有一天呢 你们真的 蛮有信心的说 神啊 我在这里 你使用我吧 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 退休了 哈哈哈 你们就可以继续的接棒 来去服侍神 所以呢 真的是 这个信仰就是这样子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 那么 做宣教事呢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叫做要做这个 道成肉身的宣教事 那么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来我们再一起读好不好 第十四节 来 道成肉身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进到对方的真实的生活里面去 耶稣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 他没有在天上发一个命令 或者是发一个传单 就给我们就算了 他是怎么样 成为人 亲自的来到我们的当中 那么道成肉身呢 是在人的当中 把真理 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活出来 什么 宣教是 你知道他们到了宣教的工厂啊 是怎么样呢 开始的时候 是很困难 因为呢 别人都没听过福音 特别是你去到那个 我们刚才讲的福音伟集的群体当中 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这个 我听过一个见证 就是有那个医生啊 到这个阿富汗 在那边来宣教 然后呢 他就没有讲什么 就是这个 专心的来帮他们治病 然后呢 对那些病人呢 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关心他们 后来呢 你知道他们带了很多人信主 阿富汗是什么国家 穆斯林的国家 这个 但是那些人信主了 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 他们说 我们自己打自己 让我们的国家这么混乱 你们却到我们当中来 爱我们 不怕我们这么的乱 还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 我知道 你信的神是真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个 我们嘴里讲再多 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生命来活出来 才是真正的见证 所以通常宣教是 在一个地方 头几年是不容易结果子的 但是他们在那里生活 怎么样生活 就是一个见证 别人看到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就会奇怪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是宣教当中 最重要的原则 宣教不是远距离的宣教 宣教一定要进到 那个群体当中来宣教 那么主耶稣他也拆盘我们 做宣教士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么样开遣了我 我也照样开遣你们 这个主耶稣要他的门徒 都做宣教士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当做宣教士 然后照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照样的意思是说 主耶稣要他的门徒 也就是我们要做和他一样的宣教士 宣教士不一定非要到南美去 宣教士不一定非要到非洲去 宣教士你在这里就可以做 就是你进到任何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 把福音活出来 你就是个宣教士 比如在你的公司里面 在你的学校里面 你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 对待你的工作 你对人的友善 是其他人没有的时候 你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见证 你在你的market place 就是在你的职场上 你就是一个职场上的宣教士 那么这个 你愿意成为宣教士吗 神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宣教士 所以主耶稣他差遣我们 他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宣教就是使命 弟兄姊妹 你明白神的使命吗 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使命吗 宣教是身体立行 不是只是明白了 而是要有行动 宣教是进到人群的当中 不是自己有一个小团体 我们这几位弟兄姊妹 非常享受我们的团契哦 但是享受了以后 你还要进到人群的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 不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 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忙碌里边 而是我们今天应该花大部分的时间 应该进到人群里边 在人群里边来为主做见证 做宣教士是要活出神的当 你有没有把神的当在你身上活出来呢 其实宣教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 把一个群体 从一个不认识神的群体 改变成为一个认识神的群体 最后我想用一个例子 跟你们结束今天的分享 那么就是有一位的宣教士 你认识他吗 他叫马里逊 他是这个基督教 这个现代的基督教 最早去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 那个时候他从英国出发到中国去 然后他就坐船 坐轮船去 那个时候的船呢 要航行三到六个月才能够到达中国 然后呢 那个当时的船呢 来往的都是做生意的 做买卖的 然后那个船长就问他 小伙子 你到中国去做什么呀 他说我去传福音 他说那个船长就说 看你这个人 你真是没有见识 因为他已经去过很多次中国了 他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 凭你这个小伙子 你想你一个人 就能改变那个古老的迷信的中国吗 你知道马里去说什么吗 他说我不行 但是神可以 于是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然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这个翻译圣经 然后他这个翻译中英的词典 然后呢 他一生带了几个中国人庆祝呢 带了七个中国人庆祝 但是福音 就从这个七个人开始 到今天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吗 保守估计有七千万 从七个变成了七千万 是不是很感恩 对不对 那一个人 就因为他的信心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也改变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命运 其实 当你在神面前用这样信心的时候 你说神啊 我在这里 求你使用我 我相信神怎么样使用马里去 今天他也可以使用你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赞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亲自的把道 在主耶稣的身上活出来 带领的门徒认识你 通过门徒 要把福音传到地基 主要求祝你 亲自差遣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志 不白占地图 不白白领受祝你的救恩 也让我们 可以成为宣教士 在我们的周围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的邻居的当中 活出祝你美好的见证 来成为祝你美好的见证 谢谢主 全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弥 好我们来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来唱福音诗歌 向万邦传福音 来预备我们今天的心 来有以下的圣餐的时间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方 世人心灰坚灰灯光 世真理与世爱故事 江苏平安与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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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也必要转为真光 到武藏更早要回望 几度过去我 几度过温度 江苏平安与真光 全地丰满爱与光 我们有一四个唱给万般 要使人心相处归相 这四个能胜破罪 能粉碎里肩膀墙 能粉碎里肩膀墙 夜夜里要转为臣光 到五丈更照耀回望 几度过度必降临地上 全地充满爱余光 能帮我开这个麦吗 到了圣餐的时间 国语堂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有圣餐的时间 圣餐是主耶稣 祂在临上十字架之前 来吩咐门徒 一起领受主的饼 跟主的杯 一起纪念主的救恩 圣餐是为信主的弟兄姊妹 来设立的 如果你刚来教会 还没有认识主呢 请你暂时不要领饼跟杯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 还有圣餐可以感动你 也像其他人一样 能够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成为一名基督徒 如果你已经决志祷告了 我们也欢迎你 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 请听我读出有关圣餐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拜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为我们留学舍命的大爱 那么也代表了主耶稣 跟我们所立的新约 也代表了主耶稣 他把自己 在直字架上 献上为我们赎罪 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那么 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所以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需要我们好好地在神的面前 来认罪悔改 来领受圣餐 所以现在我想 请给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大家都低头 好吗 每个人都低着头 低下头 我们来 在神的面前 我们来反省 我们有哪些地方 得罪神的 得罪人的 放不下的 心里边还有嫉妒的 仇恨的 不满意的 都求主在这个时候 从心中帮我们挪去 好 感谢主 主耶稣 在被卖的那一夜 就和他的门徒一起吃 月节的晚餐 他拿着饼外 祝责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一起 按着主的吩咐 来纪念 主舍命的大爱 现在我请 珠希姊妹 来为您了 我们低头祷告 现在天后三地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创造我们 以你的创造 我们才成为 有力的活人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来救赎我们 将我们从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 因为主耶稣 你的拯救 我们现在才能坐在这里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到你面前 今天来领受你 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你给我们的圣昌 感谢你 四里圣昌 让我们永远 纪念神的救恩 让我们时时刻刻地 警醒自己 主啊 我们在你 时时时刻 求圣灵来 观照我们 看看我们 里面有什么地方 我们得罪神 对人的地方 没有 主啊 除掉我们 心中一切 郎主我们跟神的 关系的一切的罪信 一切的私欲 一切的障碍 除掉我们的一切的 无形的偶像 或者有形的偶像 直到我们 跟主的关系 亲密无间 亲密离敏 让我们成为神 你的好儿女 好孩子 主啊 我们今天 当你的这个圣昌 这个象征的 我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 神为我们破碎身体 来救赎我们的 这个面包 就是这个身体 这个象征的 主耶稣的身体 来领这个圣昌的时候 主让我们带着一个 悉心痛悔 对神的话语 藏尽的心 来领受 来感恩 来正罪为改 祈祷也赦免我们的罪 洁净我们 直到我们 有这个恩典 可以来领受 也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以上祷告 那是奉我救主 基督耶稣的圣明祈求 Amen 我们现在呢 来先把饼 分给大家 我们等大家 一起都拿到了 再一起领受 谢谢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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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